Lishon 很便宜我的IFID RFID Day 登登 我终于甘愿换RFID了 其实政府就已经推行很久了啦 为什么我要拖到精湿精热才甘愿换呢 有啦 再来就是我用惯的Smart Tag 我不习惯 还有就是我一直听到FID有很多问题的 就是什么 Trash War钱啊 Double Trash啊这种 Anyway 为了广大的你们 还有我的YouTube影片内容 我决定拍一集 最多人问的RFID问题 还有最真实的RFID测试 不是YPAY啊 我人生第一张RFID就是我三天前买的 今天早上才收到35块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记得Smart Tag还贵 差不多150块这样 OK首先你要用RFID的话 你就需要一辆车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叫阿姨 谁嗨 OK我之前就上网收集了一些 关于RFID的问题 我收集了10个 开始吧 叮叮叮 第一个 RFID在哪里买的 基本上 Lazada啊 Shopee啊 邮站啊 Touch and Go App都买到 这样我这个呢 是在Touch and Go App买的 35块钱 直接寄到家里面 3天就到了 第二个问题 多少钱 35了吗 你刚才讲没有 RFID刚刚出的时候其实是free的啊 但如果你那时候没有领到 你现在就像我这样子自己花钱去买了啦 而且你们粘的时候注意 一定要粘好好 因为粘坏了 你又要再给多35块多一次 第三个问题 粘在哪里 跟怎样粘 OK 只可以粘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这个 左边的车大镇 然后还有就是 左边的车头灯 记得一定是要在左边 因为它的reader是在左边的 你千万不要跑去粘右边 不然就 OK所以今天我的Asia 我就决定粘 左边车头灯 OK首先 它里面有送这样子的alcohol pack 就是把你要粘的表面 骂干净先 要粘大概这个位置啦 骂一下 然后你要等它干 OK然后这边很重要 很多人都它粘了Asia D 之后过不到 是因为它这个step做错了 就是你粘的位置 不能太靠近金属 你看啊 我车灯旁边这边就是bonnet嘛 bonnet其实里面都是金属来的 所以你一定要离开大概5cm的距离 然后你粘在这边 这样因为我的车比较小嘛 所以它的车灯也比较小的 尽量粘中间一点 我的车如果也粘到 也scan到的话啦 这样你们的车就全部没有问题了 OK大家记得千万不要熬到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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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在正中间 5cm是多少 OK这边有吗 这边有这边有 OK这边有 去了 很紧张 我连气都憋着了 不敢呼吸哦 那如果你们不要粘车头灯的话 怎么办呢 你们要粘大镜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记得 尽量就粘 Wiper扫不到的地方 上面一点点 这样子哦 就不用怕那Wiper扫扫扫扫扫扫扫 扫到烂掉或者是坏掉等等啊 第四个问题 粘歪了怎么办 其实你才干净的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 怎样 酷 你可以买过 就是另外一点点不用紧的 我看过有人连打直的其实都过到了 接下来就是怎样activate啦 你就打开你的touch and go app 然后你把IFID上面的号码填进去 然后车牌也是写上去 还有填一些资料就是 你是什么车啊 就Asia嘛 然后你是什么brand的 然后等confirmation就可以了 全部东西填好了之后 它这边就会 show activation in process 就是你要等 你要等它的messaging来讲 你可以用 然后你才可以用 它这边想要24小时耶 真的吗 叫我们这个影片怎样拍下去啊 诶 这样快的 诶 一分钟不到耶真的 不是讲24小时呗 诶 看到Active这个字就代表你可以用了 然后你每次过拓的话 就autocode你touch and go的钱这样子啦 所以你要确保你的ewallet里面是有钱的 你不要做代赛的那个 以为自己ewallet有钱 然后结果去到tour那边 发现自己没有钱 然后后面几百辆车等着你一个人过三 OK 第六个问题就是 就是粘了之后可以拔下来再粘过嘛 是可以的 除非你不要了的话 是你要弄坏它 当然是不能啦 因为你只要一拔下来 它就会皱了 然后皱了它就直接是报废了 所以你要想好那个位置 想好好再慢慢粘上去 而且也可以防止人家去偷你的那个RFID 因为它偷了它也不能够用 第七个 OK 就是SmartTek跟RFID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咧 其实它们两个之间的使用方式很像 就是你差不多到的时候 你要放慢车速 然后让它detect 然后自动扣钱的 但是它们的差别就是 IFID是可以detect到30km per hour的车速 而SmartTek只可以detect到20km per hour的车速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用SmartTek的话 今天你要把车架得更慢一点 它才可以detect到 还有最大的差别就是 SmartTek是这样大搞的 可是IFID哦 只有这样小片 OK 第八个就是 你用IFID可以过SmartTek的Lane吗 这个一定不可以千万不要try 因为它们是不同用的 有人真的是试过 它进的时候是IFID 出的时候是SmartTek 那个Tor直接charge它最贵的钱 因为那个System认为它跑错 没有进出record 第九个问题 一张IFID可以多少辆车用 准确来讲哦 其实你一个touch and go app 是可以注册10辆车 就是说如果你家有10辆车的话 你们都可以绑定在同一个e-wallet的account 但是一辆车只可以黏一张IFID 第十个问题就是 你可以手拿着IFID过多吗 千万不要啊 因为根据政府讲哦 只要你手拿着 它的System哦 就会认定这张卡是被盗用的 会直接blacknessy 直接停用 所以记得 一定要用黏的 不要手拿着 OK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一张IFID可以用多久 其实正常情况来讲是可以用5年的 但是如果你中途真的是坏掉了 你是可以去申请替换 第一次好像是免费啦 那因为这影片不接配 所以这个你们自己去研究一下啦 OK 接下来我们就要实际过错了 很紧张咯 GoGo OK 等下我们要测试的就是三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普通过IFID 就等下你要留意我过的时候 我的车速要放到多慢 它才会开闸 第二种就是下雨天 就是我们要看那个雨水 会不会挡到那个sticker 我蛮过不到这样子 第三种就是最多人抱怨的啦 就是前面的车如果过不到的话 会不会扣我的卡钱呢 就是这三个 OK 现在我们要过的这个Tor 就是我家附近的一个Tor 6UTor 2块钱啊 等一下我不要NG了我跟你讲 啊 就算没有NG也要6块耶 等一下如果过不到怎么办 过不到我不知道可以多2块 不然我们要找一个便宜一点的Tor啊 一点的Tor 你又讲你无全贵啊 诶 没有啊 FDLin坏了 我会抢我们这样拜拜过多 为什么你要坏掉 你看那个前面又the other smart deck excuse me 我突然要走一个坏掉的Tor iFID类似的都可以坏掉 如果那个人只有iFID的话怎么办 我现在为了过这个Tor 多了一个这样大的圈 圈是哪里 Gujia Lava是吗 为什么会变成去了Gujia Lava Initial plan是在Jeras不了 我们多了很久 终于多回来这个Tor了 这个千万不要坏啊 RFIDLin 双双星星啊 你哭什么啊 还在我呢 哈哈 很不习惯耶 因为我一上来用SmartTor是右边的 然后是RFID去了左边 你只要粘对了的话 你再动不到 是希望我不要动到金属 希望我不要动到金属 OK啊来啊 来了啊 来了啊 来了 2 而且有可能我粘在车头 车头灯的关系了 所以它很靠近那个Reader 所以它滴一下就过了 因为平时我们用SmartTek 我们过了哦 是有滴一身的 但是它刚才是完全没有滴的 会让你觉得好像不懂 有没有扣到钱这样子 扣了哦 因为刚才有很多车 现在我要试多一次 没有车的情况下 是要飞多快 诶 他们塞住了耶 没有啦 因为有SmartTek跟RFID一起啦 有些是SmartTek的问题 来了 30了 我现在是 我保持着这个速度 哦可以耶 30 我刚才是踩油30的 冲下去不好耶 不错 哦 第二个车子就是下雨天 不要等这个雨 我们等了很久 现在已经天要黑了 等到哦 司机都换人了 它终于下雨了 OK 现在我们就要马上去 过这个RFID Tour 前面有Tour吗 应该有 但是不知道你没有过的哦 来了来了来了 你重点到我 过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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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然后如果它过不到RFID的话 它退后 然后我的车跟它贴得有点靠近的话 会不会扣我的RFID 不想到这个车之外 我就特地叫阿坚开另外一辆车 在前面 然后它的车要假装过不到 然后我就在后面贴它近一点 然后看它会不会触到我的钱 这样子 我还故意换哪个Camp 因为没有包牌 前面的这辆小蓝 就是阿坚的车 很紧张耶 我感觉我要害到全村人的 现在过不到 SOLY 好感激哦 来了来了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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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开门耶 等一下 这样我的车就不上了 天啊 等一下 它就不上了我的RFID 什么办 我现在不上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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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坚 tadi是车的车在前面的角色 啊啊 现在可以一遍再一次RFID 我现在不上了耶 我现在不上了耶 我看到它车的车 我看到它车的车 你不上了耶 你不上了一遍再一次 一遍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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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现在只可以用Cash Thank you 刚刚达到8场了 哦哦 你不上了耶 Thank you Oh my god 阿坚 用了我的RFID 我过不到 前面那个偷我多少钱的人给我赞助 RFID 给你 所以总结来讲耶 今天的RFID初体验感觉还是挺良好的 除了刚才第三个测试哦 有charge for 前这个事情发生了 但是也代表着哦 车跟车之间的确真的不要太靠近 因为就算是Smart Tag 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啦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样子 反正整个过程我是觉得 RFID真的是不错用一下的 因为它比Smart Tag真的有快 然后它下雨天也不影响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RFID类会这样塞车呢 其实四五年前哦 菲律宾印尼已经在用这项RFID这样子的东西了 人家是没有门的哈 然后我们的有门 然后你要放慢车速 然后等门开 新加坡就更加不用讲了 ERP 什么门都没有 经过就可以了 所以我是希望马来西亚都可以越做越好 而且还有就是一些像我这样 之前不敢用RFID的人 看完这个影片之后 可能可以敢敢去穿RFID 不用怕的 其实很好用的 毕竟Touch & Go这种开窗 低卡扣钱的这种方式 迟早也是会被淘汰 那留到最后的也会是RFID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尝试这样子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是可人 下次再见 拜拜